在科索沃东部小镇卡梅尼茶附近的罗加内太阳能电厂 安装了超过一万两千块太阳能板 但电厂的维护与清洁 尤其是定期除草 让工人作业相当不易 于是电厂想到可以用绵羊来除草 牧羊人鲁达尼每周会带他一百多只的羊来电厂放牧两次 羊群涌进电厂的栅栏后 在太阳能板四处甚至钻到板下大块朵衣 不管是好草还是坏草 羊群都会吃光光 牧羊人和电厂双方都受益 科索沃拥有全球第五大核媒出量 全国蕴含量达120至140亿吨 国内高达90%以上的电力来自燃煤发电 身为欧洲能源共同体成员 科索沃正逐步增加再生能源的使用 投资来自锋利和太阳能等绿色能源 金唐亚太电视书和综合报导